中国又一超级工程 横穿柴达姆盆地 新疆到西藏距离缩短1100千米 这项工程横穿了柴达姆盆地 让全世界各国对对我们刮目相看 此时印度很不服气 它的出现能够让新疆到西藏的距离缩短整整1100公里 它的名字叫做敦格铁路 表面上的它看似平平无奇 但实际上它能连接西部四个省份 我国在建设它的时候也花了不少的心思 投入的资金都达到了129.5亿 毫不夸张地说 全世界只有我国能够把它给修建出来 我国为什么要修建敦格铁路 这一条铁路在2008年的时候 就有想法想要修建了 后来因为要对当地进行考察 以及准备材料 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才正式开工 为了把它给修建出来 我国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 一直到2019年的12月份 这一条铁路才正式通车 它的长度达到了616公里 这一条铁路的出现 对新疆青海 甘肃 西藏 这四个省份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好消息 它能够填补这一区域的路往空白 这一条铁路的最高时速 只有120公里 虽然说它的时速并不是很快 但是这也是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 这一条铁路从敦煌开始 又要经过安顿盆地 还要经过鸿基 倾斜平原 一会儿平原 一会儿山地 一会儿又是盆地 在这样的地形上修建铁路 估计只有我国能够做到了 我国为什么要赤巨资修建敦格铁路 这一条铁路的出现 直接让新疆和西藏的沟通变得更加的方便 距离缩短了整整1100多公里 在它没出现的时候 我国没有任何一条铁路 能够直接连接西藏和新疆 在我国主要的干线都是东西走向 这也是因为我国西部的人口并没有很多 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铁路网的话 交错纵横不紧 有东西走向 还有南北走向 而在西部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一种情况 敦格铁路在西部算得上是一个特例 这一条铁路的出现 能够让整个大西北的交通变得更加便利 并且它还能够让我国更好地开发 柴达木盆地的资源 虽然说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恶劣 居住的人口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里的资源却不容小觑 我国对这些资源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多 因为东部地区发展非常的迅速 柴达木盆地作为我国海拔最高的盆地 这里不仅有大量的盐 还有其他的化学物质 光是含盐量就超过了600多亿吨 因此它也有个称号 被称为西北的盐贯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假盐矿 我国对它的需求非常的多 有时候甚至还想要进口 这一些假盐能够被用来制造化肥 想要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那就离不开假盐 有了假盐农产品的产量会变得更多 敦阁铁路横穿了柴达木盆地 如果把这一些假盐开发出来的话 就能够通过火车把它运送到许多化肥加工厂 所以这条铁路非常的值钱 敦阁铁路修建出来有哪一些价值 这一条铁路的出现 能够让新疆地区的发展得到更快的进步 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巩固了基础 在整个中亚地区 新疆是最中心的地方 所以它对路上贸易的影响非常的大 同时 这里也是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重要节点 这一条铁路的成功开通 能够让我国许多省份去往中亚的道路变得更加的方便便捷 在这一条铁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云南这些地方如果想要把货物运送到巴基斯坦又或者是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的话要绕路很远 必须得先去到西安 这样的话产生的费用也非常的昂贵 但有了这一条铁路就不一样了 不仅距离能够缩短很多 同时成本也变低了 我国和中亚地区进行贸易就更加的方便 这一条铁路的出现还能够解决新疆地区以及西藏地区的就业问题 只要一条铁路出现的话 那肯定会诞成一条商业铁路 附近会形成对应的配套经济 敦阁铁路也不例外 交通便利了 自然会有许多人来到新疆和西藏旅游 在这里能够看到西藏的雪域高原 还能够去往新疆的大草原 这样的话 当地的居民能够发展旅游业 把自己的特产给销售出去 让自己成功过上小康生活 你认为我们花这么多钱修建这一条铁路值得吗